自从西梦瑶与何游君步入婚姻殿堂 他们的爱情故事犹如童话般甜蜜 每一对观众都被他们电视节目中流露出的深深情感所感动 他们仿佛就是理想中的金童玉女 彼此间的默契和深情令人艳羡 然而近日的一则八卦新闻 似乎揭示了这对必人生活中的另一面 据目击者所述 4月8日那天 他们在街头的场景异常引人注目 照片中西梦瑶身着黑色低调装扮 头戴一顶帽子 但她的神情却透露出一丝不寻常的紧张 仿佛火山即将喷发 对何游君展开了激烈的言辞责备 她的语气里充满了严肃和不满 显然对某件事情感到极度愤怒 一直以来 西梦瑶和何游君这对明星夫妇都备受关注 他们不仅在时尚圈和娱乐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更是以恩爱甜蜜的形象示人 让人羡慕不已 然而 近日的一则消息却让他们的粉丝们大吃一惊 这对看似无懈可击的夫妇 竟然在街头发生了争执 在媒体的镜头下 西梦瑶一改往日的温柔形象 罕见地发起了火来 她戴着棒球帽 身穿黑色卫衣 搭配一条简洁的牛仔裤 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帅性之美 但更引人注目的 是她脸上严肃而认真的表情 那双曾经总是充满笑意的眼睛 此刻却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何游君则站在西梦瑶的对面 她穿着休闲的服装 手中还拿着刚刚为西梦瑶买来的小吃 她的脸上流露出委屈和不解的神情 显然对于西梦瑶的突然发火 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她试图用温柔的语气安抚西梦瑶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两人之间的争执声逐渐传开 引来了周围路人的侧目 有人好奇地停下脚步 想要一探究竟 也有人匆匆而过 不忍打扰这对明星夫妇的私事 但无论如何 这一幕都足以让人们 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一些猜测和疑虑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次争执的起因 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正是这件小事 触动了西梦瑶内心最敏感的神经 她或许觉得何游君在某些方面 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而何游君则可能认为 这只是一场无意的疏忽 两人之间的误会和隔阂 就这样在街头被无情地放大和暴露出来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场争执中 何游君并没有选择逃避或冷漠 她试图用各种方式缓和西梦瑶的情绪 她轻声细语地解释着 用手轻轻拍打西梦瑶的手臂 试图让她感受到自己的诚意和歉意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柔和关切 仿佛想要用这种方式融化西梦瑶心中的尖兵 但西梦瑶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冷静下来 她的怒火依旧在燃烧 她不断地指责和质问着何游君 仿佛要将心中的不满和委屈都倾泻出来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 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让周围的人都为她捏了一把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何游君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 她突然停下了脚步 紧紧地抱住了西梦瑶 她用自己的身体将她包裹起来 仿佛想要用这种方式 为她抵挡所有的风雨和伤害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执着 仿佛在说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这一举动让西梦瑶瞬间愣住了 她感受到了何游君的温暖和力量 也感受到了她对自己深深的爱意 她的怒火逐渐平息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柔情 她轻轻地靠在何游君的怀里 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 周围的路人也纷纷为这对夫妇送上了祝福和掌声 他们或许并不清楚两人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争执 但他们看到了何游君对西梦瑶的深情和包容 也看到了西梦瑶在何游君怀中的温柔和依赖 这一刻他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恩爱甜蜜的西梦瑶和何游君 这场街头争执虽然让西梦瑶和何游君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 他们明白在婚姻中难免会有摩擦和争执 但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选择了坦诚地面对彼此的不满和委屈 也选择了用爱和包容来化解这些矛盾 这样的情景或许在普通夫妻之间并不罕见 在婚姻生活中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摩擦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爱情出现了问题 而更多是因为生活的琐碎和压力所导致的情绪宣泄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大家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网友表示对西梦瑶的行为感到惊讶 认为他的愤怒过于夸张了 其中一位网友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看到西梦瑶这样生气 我有点吓到了 难道是何游君做了什么惹他生气的事情吗 而对于何游君的表现 也有不少人给予了赞扬和支持 有网友表示 看到何游君的包容和理解 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好丈夫 在面对妻子的愤怒时 他选择了温和和理解 这样的男人很不容易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对这种争吵并不感到意外 他们认为这是婚姻中正常的磨合过程 有人评论到 婚姻中的矛盾和摩擦是难免的 关键在于夫妻双方的沟通和处理方式 或许这次争吵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契机 还有一些网友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有人留言说 看到他们吵架 我觉得重要的是他们之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沟通 找到解决的办法 除了对西梦瑶和何游君的看法外 还有一些网友借此机会谈论了婚姻中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有人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我和我老公也会吵架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之后都会坐下来好好沟通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婚姻就是这样 需要共同努力 同时这场争执也让我们看到了明星夫妇背后的真实生活 他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和困扰 但他们依然选择相互扶持 共同前行 这种坚韧和执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敬佩 当然作为公众人物 西梦瑶和何游君也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他们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传递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而不是仅仅依靠外貌和名气来吸引眼球 最后我们希望西梦瑶和何游君能够继续保持恩爱甜蜜的形象 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瞬间和回忆 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 用心经营自己的婚姻 让幸福之花敞开不败 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的舞台上 明星夫妇们总是备受瞩目 西梦瑶和何游君的这次街头争执 虽然只是一场小插曲 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真实的一面 他们并不是永远都保持着甜蜜和恩爱的形象 他们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有争吵和不满 但正是这些真实的情感让他们更加接地气 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